刚把菲律宾打服 对岸又撞上枪口 大陆不需要仁慈 可以随时升级惩治力度 中国对南海的管控 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菲律宾现在被治了服服帖帖 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最近几天 菲律宾被中国海警在仁爱交海域教训 这事在国际上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国人看到无不拍手称快 在中国海警的再三警告下 菲律宾方面依旧不肯收敛自己 在南海上对中国发起的种种挑衅举动 最终正如我防长所言 我们在南海上的克制是有限度的 那句话就这么说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了 中国海警终于动手了 最近一次在海上正面管制菲律宾船之时 中国海警不仅扎破了前来挑衅的菲律宾那破冲气艇 还直接登船检查 缴获了枪支竖把 随后又把他们的船拖得远远的 让他们自己回去 外交部随后也回应说 中国海警的行为其实已经非常克制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不想给菲律宾面子 情况可能比这还严重 绝不仅仅是只让菲律宾海军特种部队人员丢一根手指这么简单 可能还得丢其他的东西呢 可见这一次中国海警对菲律宾的挑衅行为的管制 真的是上升了一个层次 从之前的好言相劝 转变为更加强硬的管制 相信经此事件 菲律宾如果聪明 在南海上的行为应该会收敛些 但是吃了亏的菲律宾自然不会轻易罢休 美国根本没有打算帮菲律宾出头 果然大家猜测是对的 小马克思政府就是一枚美国刺激中国的无关减要的废子 美国自己不会抛头露面 只会坐在幕后 坐收余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美国没有出面 对岸的民进党躁动起来了 这不是直奔大陆的枪口吗 相关媒体报道 就在大陆海警依法处置菲律宾的第二天 对岸海巡署的官员就被爆出来 与菲律宾海岸警卫特种作战部队的司令见了面 甚至还在讨论如何加强所谓的海上合作 赖清德 这是真的哪壶不开提哪壶 难道他忘了前不久解放军联合力建军事演习吗 现在还胆敢派人与侵犯祖国领土主权的国家谈合作 难怪国台办将其称之为民族的罪人 他还真是实至名归 面对台当局一错再错的行为 我大陆都忍了这么久了 我觉得不需再认词 对赖清德当局升级惩治措施完全正当合理 当前大陆和菲律宾的关系十分紧张 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 赖清德此番操作 很可能就是为了给自己转波流量 在国际上刷存在感 顺便讨好一下美国 毕竟现在台当局自身难保 菲律宾还指望着从赖清德身上榨取什么东西吗 小马克思和赖清德都是被美国耍得团团转的人 为美国卖命的后果终将是自取灭亡